你有没有想过轻松赚取财富呢? 今天,我来和你聊聊几个帮你达成目标的简单方法。 无论你是刚刚开始探索财富之路,还是已经有了一些积蓄, 这些方法都能为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 首先,我们要了解一个重要概念,被动收入。 被动收入指的是,即使你不花太多时间和精力, 也能持续为你带来收益的收入来源, 比如投资股票、房地产,或者建立线上业务, 这些都能在你休息的时候为你赚钱。 被动收入的好处在于,它能为你提供财务上的自由, 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而不是被工作束缚。 其次,我们要善于把握市场机遇, 多关注市场动态,寻找需求大、竞争小的领域。 像现在,电子商务和数位产品市场就很火热。 如果你能抢先进入,就有机会赚取丰厚的利润。 市场机遇不仅仅是短期的机会,更是长期的趋势。 比如,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也逐渐成为热门领域。 提前布局这些新兴市场,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。 接着,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爱好。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或兴趣爱好呢? 像是摄影、写作、或是城市设计。 你可以通过提供相关服务或贩售相关产品来获得收入。 记住,做自己喜欢的事,不仅能带来快乐,还能让你赚到钱。 比如,如果你喜欢摄影,可以考虑开设摄影课程,或者出售自己的摄影作品。 如果你擅长写作,可以尝试写作电子书,或者为杂志和网站撰稿。 最后,我们要好好利用社群媒体和网络平台,建立个人品牌,分享有价值的内容,吸引粉丝关注。 当你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后,就可以通过广告、赞助或产品销售来变现。 像是很多YouTuber和部落客,都是用这种方式赚取不错的收入。 社群媒体不仅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更是一个与观众互动,建立信任的桥梁。 通过定期发布高质量的内容,你可以逐渐积累粉丝,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 总而言之,快速支付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 透过建立被动收入,把握市场机会,发挥技能和哀嚎,以及善用社群媒体和网络平台,你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,希望这些方法能对你有所帮助。 记住,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和不断学习。 不要害怕失败,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。 只要你不断努力,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 感谢你的观看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,请记得点赞,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 下次再见。 此外,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我会尽力回复大家。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